最近两只鞋太太特别喜欢我 送了我一块奶酪 你想吃吗 太妃 你怎么会和汤姆在一起 快回来 你不会还以为我和你是一伙的吧 当初我去找你 不过是为了汤姆大人 才没想和你待在一起 你以为你自己住着一个小老鼠洞 吃了山都没下顿的穷 才能让我当你小弟吗 什么 杰瑞你就醒醒吧 当初要不是有点可怜你 你连这个家门都进不来 不好了 两只鞋说家里出了大状况 要清理文护 可能会让我们离开 什么 什么 汤姆平时你最受太太的喜爱 你快去和她交涉一下 一定能解决问题 事到如今 只有我去了 让我去吧 太太一定会听我的话 之前两只鞋太太的房子 就是我第一家买给她 杰瑞 你只是一只可怜的老鼠 还真把自己当成一根蒜了 你以为进了我们家 就是我们家的人了吗 你能和太太说话 死格都没有 就是 住在这个老鼠坑里面 真是春秋大梦做酒了 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吗 杰瑞 你就别捣乱了 再这样下去 我们都得流浪街头 当初要不是汤姆 看你可怜 让你在家里打了洞 你恐怕已经饿死街头了 你不感谢汤姆 还和他针锋相对 简直不应该啊 有眼无助 这个家我不待也罢 哼 早这么实相多好 回报老大 不齐怎么也来了 哈哈哈哈 看不齐不打乱杰瑞的脸 让我们好好的看戏吧 loser 两只鞋太太到了 两只鞋太太您来了 我这就帮您把这个老鼠赶出家门 这个是 九彩神龙要血 拜见龙王陛下 同营房东陛下回家 什么 你难道就是世界最强彩头龙主 陛下 整个房子都静在掌握之中 开启龙主发怒 别忘了